大家好,我是Coach Henry 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Tips 不過非常有效的 給大家幫助你的Surf 希望大家喜歡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請你分享這影片給身邊的朋友 讓更多朋友可以受益 Tips是關於髮球的 髮球時 前腳 左腳 右腳是左腳 千萬不要 好,先回答一步 待會我會試一看 Incorrect 的給大家看 如果你的前腳 很多朋友都會動 我明白的,因為你多一點 momentum 例如你扔球時都會想回答一步 不過髮球其實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想做這個動作 反而Toe Up Toe Up會好些 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待會我會示範一個 沒那麼好的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喜歡 記住,不需要再多一步 再多一步 你的Surf就會更穩定 記住,你練這個動作 你要先練STM的動作 慢的揮動 讓你感覺到 了解了動作 你便會熟悶生效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示範 現在我示範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 教學朋友們會先打一步 這個就是 沒有那麼平衡 沒有那麼平衡 我建議大家 不用踏過一步 不用踏過一步 如果你想多一點 momentum 反而 Wade Back Toe Up 你做這個動作 就會令到你更加多 momentum 有一點衝力 這就是示範給大家看 反而不是 踏過一步 好 剛才大家看到我的示範 你看到我整件事都很舒服 是不用大力的 是順著做 把握頭的力去到握頭那裡 當然你加力的時候 你會有少少 knee bend 多一些 rotation 不過那個前腳 是不用踏過一步的 我知道我這個很多朋友都會試做 或者你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他有踏過前腳 記住練這個STM的動作 這個Toe Up 令到你可以幫到有少少衝力 是不用踏過一步的 踏過一步會令到你很硬的 我的朋友做了都不知道 所以可以找我們教授 來幫他調整問題 令他調整整問題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提示 請你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非常感激 大家分享多了 謝謝 拜拜 我記得 你超級一位 來吧 我給你 有一點點 對